转山是盛行于西藏地区 庄严而神圣的仪式 人们相信绕着神山转行 可以洗涤一生罪孽 优人神谷将20年前 钢底四山的转山之旅 透过戏剧演出 带领观众洗涤心灵 更首次结合5G科技 挑战虚实共演的创举 在20年前 我们刚演完金刚星 后来我们就到了钢底四山 我们真的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从尼泊尔进去 然后穿过了高原 抵达了阿里地区的钢底四山 然后在转山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像那么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带好装备 我们本来以为其实脚程可以很快 但是因为你整个的呼吸的困难 是一步一步慢走之后 到了晚上的时候 到了下午我们其实回不来 以至于开始下大学 所以在那个风雪里面 我们在那个山谷里头 在那个等于说是钢底四山 人们转山的最高点 待了一整夜 而却是奇迹的 我们大家都安好的这样子回来 所以这个印象 使得我们在心中 实在是一直都是觉得 其实这个圣山是有它的 真的有它自己的神圣的力量的 所以去年文化部 就是我们社文化部的一个 共同的合作 做了藏英天路 就是一个以西藏文化为主题的作品 在做这个同时呢 我自己的心里也觉得 我们应该如何让它有一个 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语言 就是让诱人神谷可以把它再转型成 以转山为这个主题的方式 再重新做的这个状态 而也刺激了我们 今年在做转山 也希望把转山的那个 跟风雪风雨的关系的 那个内在的那样的冲突 而你可以这样子过关的 那个情境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你如何能够在自己心里面 最无助的时候 其实这个山川大地 这个圣山大自然 它如何其实再给予你自己内在力量 而可以平安 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大自然中生活 而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力量 将大自然结合的力量 在剧院里面也跟观众们分享 所以这一次的异地共演 让本山矿场 就是金瓜石的这个本山矿场 的这个山谷的剧场 我们真的觉得它是一个 国际级的最棒的 不用再再更动它任何状态 就是那个石壁的山谷 它本身就是一个 世界级的一个大自然剧场 跟国家两军的 这个戏剧厅的 这个这个殿堂相互结合 所以观众们可以在剧院里面 也看见大自然的力量 让优人把这个精神力量 带给观众 所以这次转山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 透过5G的这个异地共演 这个部分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 就是多媒体在表演艺术的舞台上 早已经是司空监管 那几乎每一个团体都运用过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代 那么艺术家们也会去思索 期盼 有没有更突破性的科技 那么让在舞台上 有新的可能性 新的尝试 这个5G的这个高科技呢 真的的确让艺术家呢 有了一个在舞台上 创作上的一个新的尝试点 跟挑战点 那怎么说呢 那我们都知道 5G它是一个零秒差的技术 零秒差 所以这样的零秒差 也使得在艺术的创作上面 有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知道 在零秒差的时候 那么至少可以让两个不同的空间 两个不同的时空 所发生的事情 可以同时瞬间发生 连结而发生 那么我觉得这是5G的 这个高科技的魔法力量 跟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么使得两个平行时空 可以有教会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9月3号 9月4号 就要见证这一场的 教会的时刻 文化部次长萧宗黄 与两厅院艺术总监刘一如表示 优人神谷的作品 一向深受全球观众喜爱 这次结合5G科技 充分体现艺术科技与生活的结合 更是让人期待 所以文化部现在在推的是 西石整合 你实体的演出可以进行 但是你线上的演出可以同步进行 那甚至实体跟线上可以交融 这次是5G技术 所以文化部也补助国表艺中心 补助两厅院 建制了一个 国家级 不要讲国际级的一个演出场意 那另外的话 在这次的活动里面转三这个节目 也得到那个文化部 就是叫做博物馆与艺术 那个5G加值应用计划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 产观学研艺 艺术家 然后共同来打造 打造一个 新形态的一个表演术 这个表演术的话 它可以跨越时空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讲说 那有可能可以分身 但是5G就真的可以分身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演出 然后同步 让大家可以观赏 看幽人神谷的演出的时候 会有一些些 带着某一种形而上 或者是带着一种 心灵层次的这个需求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有些时候是受伤惨重之后 我们要到优的鼓声里面 去找到一些复原的力量 或者是可以重新疗愈自己 或者是走出那样子的 疲倦的力量 我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去想 若宇老师是如何 把这么的科技运用在这个地方 但是回过头来又一想 又觉得好像在自然不过了 因为一脚踩在土地里面 然后手伸向天空 这个好像就是幽人神谷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能够源源不绝地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继续走下去的 理由跟方法 今年新北市矿山艺术节 也特别与幽人神谷合作 将于7月16时期两天 在本山矿场特别演出 耿古以来矿山版 8月16将于水南洞 以十三层遗址为景 演出史诗般的时尚走秀 我想首先要谢谢文化部 在转三这个5G计划里面的一个资助 让我们金花石 我们本山矿场 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实况演出 可以跟两庭园的实况演出 能够互相结合 我想这也是第一次虚实整合 我想这样的一个演出经验 对整个文化艺术的一个推展 有非常大的帮忙 我想这也是创办人跟总监 一直希望有的一个很好发展 那我们跟幽人神谷 长期以来都有很多的一个合作方案 包括我们的国艺节 还有我们的矿山艺术发展的一个文化节 我想都需要幽人神谷 在新北市更多的文化力量的支持 希望能够不止在地杂根 也能够把这个文化推展 能够推展到全国全世界 那我们也希望本山矿场 这个地方能够更多元的发展 让本山矿场能够有一个 就像我们总监所讲的 让本山矿场变成我们真的是一个 我们幽人神谷一个 创造出一个最好的一个表演场地 我们这次真的非常的高兴 我们长期跟幽人 是一个合作的伙伴的关系 这一次我们可以在 金瓜石的本山矿场 我们在7月16、17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刚刚刘老师有特别有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一个朋友 都可以来到现场欣赏我们幽人的一个演出 同时在8月6号在我们十三层遗址 我们结合了潘一阳、潘设计师 跟幽人共同的一个合作 那当地的一个山海城乡的一个 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美景 还有我们优秀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域 欢迎我们所有的一个朋友 可以共同到8月6号来到现场 来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个节目 幽人神谷转山将于9月2号到4号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9月10号、11号在高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10月22、23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